画面中可以看到车祸现场满地都是车壳零件和车内物品 停在路旁的五辆轿车 车头接着车尾连环撞上 手当骑冲的小货车更是被撞到车体严重变形 而肇事的白色轿车则90度侧翻躺在路中 现场一片里乱 汽车紧邻大作 带你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这起车祸发生在6号凌晨3点多 基隆赌南街上 最了解是一名男子酒驾上路 没想到车辆突然失控冲向路旁 不及到停在路边的五辆轿车后 肇事车辆自己也翻覆侧躺在路中 紧销后报后立即前往救援 肇事男子已经被送往医院急救 经过酒册 男子的酒册值高达0.82 严重超标 警方后续也将一公共威胁罪将它送办 并持续调查 详细的事发经过